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还是严重的当中 我们看到好像我们都还在一个困境的当中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某一些国家或者地区 他们已经慢慢的来放松 让他们的人民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回到 正常的一个生活的和工作的地步 但是我们还相信要完全的恢复过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还在一个困境的当中 作为基督徒 作为弟兄姊妹 作为教会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困境当中来面对了 今天的主题是 在困境中我们同心的祷告 这个圣经的经文 就是《洗徒行传》第四章 上一周 我也在《洗徒行传》第三章里头讲到 这个《洗徒彼得和约翰》怎么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有一个不能行走的人 他已经病了四十几年 都一直都不能行走 但是通过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他就可以再一起的站立起来 来敬验神的大能的力量和奉胜的救恩 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事情的发展下去的 上一个部分 当彼得和约翰做了这个神之之后 很多人都在他的旁边来看 这么神奇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彼得就趁着这个时候 他就讲道 他就站起来讲道 告诉人家说 这不是人的作为 也不是使徒他们的作为 而是神的作为 所以他这一篇讲道 吸引很多人 甚至告诉我们说 有五千个男人已经上心 这就这件事情 他们就上心了主 当然包括如果别的人 包括妇女 可能有大概有 差不多一万个人 已经上心了主耶稣 福音已经在当时的耶路撒冷 广传去去了 用人的角度来说 就是他们在工作上 大有进展 很有进步 很有果效 反应都很好 但是却夫人之间遇到男主 因为这些犹太人的长官和大知识 他们不高兴 他们看着节目的人来听 彼得他们的讲道 他们就非常的愤怒 结果他们就去到他们的当中 男主他们 叫他们不要这样下去 还要把他们 拉进这个监狱的里头去 从这里我们看到 当神的工作在这个地上 有进步 有进展的时候 有前进的时候 夫人之间 魔鬼 撒旦 他也来工作 在搞扰人的心 妨碍 这个工作 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头 也常常有几个情形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工作环境很好 事情本来是很顺利 但是夫人之间 因为有些问题的产生 出现了 以至于 叫我们的工作 受到拦阻 甚至于要停止下来 打个比方 譬如说 本来我的工作很顺利 但是夫人之间 我生病了 身体健康 出了一个状况 马上我的工作 受到难住 本来是很有前途的 很有展望的 但是现在 第一杀子 都要停止下来 或者另外一个比方 就是说 本来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夫人之间 同工与同工之间 不能合作 大家之间有意见 不单止有意见 可能有吵架 以至于他们 不能够同心地 继续地 把几个本来 做得很好的工作 继续下去 很可惜 我们常常在经验里头 发现有这样的事情 当年的这些教会 使徒们 他们就遇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信经是这样说的 当他们经济讲道 很多人就在听 很多人都在 相信主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的 讲官就出现 就吩咐人 杀手把他们拿住 拿住的意思就是 把他们 抓住了 以至于他们不能够 继续地讲道 不能够自由地 来做传道的功夫 让他们的自由 受到限制 就好像今天说 我们给他们 打压下去 还不但如此 还把他们压到 第二天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等到 天亮之后 再把他们提到 这个审判官的面前 来审判他们 所以他们复联之间 他们的工作 受了打压 被逼要停止下来 不能继续做 他们这一方面的工作 不但如此 在摆天的时候 这些长官就出来 告诉他们说 要圣经说是 就恐吓他们 恐吓他们 这意思就是说 就是要警告他们 你们不能再这样做 你们不能够再奉这个名 这是什么名 主耶稣的名 就是彼得 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叫这个瘸腿的人 起来行走 也奉耶稣的名来讲道 但是这些长官就 要他们停止 所以你们不可以再这样做 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讲道 我就会对你们不克斥 对你们有些 要叫你们受到 伤害的一些结果 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受到畏克 他们的生命 可能受到 也是危险的一些事情 随时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其实这一种情形 在今天这个世界的当中 在很多地区 也是有发生的 有人去传福音 却受到人家的反对 不但是反对他们 还要恐吓他们 要逼迫他们 要他们停止 不可以继续地来讲道 传扬主的福音 但是恐吓之后 就把这两个人 就是彼得和约翰 把他们释放了 这两个人就马上 跑到会友哪里去 这个会友 就在圣经里头 头一切的出现 就是说他们是 照会里头的人 那就是说 在耶稣里头的 自己的人 他们都是有共同的 一个信仰 他们都分享 同一个福音和救恩 他们就去到他哪里 这里给我们看到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是孤单的 自己来面对 我们不是孤单的 自己来扛杀 这一个压力 他们懂得来分享 因为他去到这会友的当中 就告诉他们 与他们分享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原来我们都需要怎样做 就是彼此的来分享 和分担我们所有的 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 我们不是自己 做自己的事情 千万不要我们 做一个自己 顾自己的人 我们不要单顾自己 我们彼此上步 圣经真言书第17章17节 讲得非常的好 这里说 朋友乃是常常亲爱 弟兄会患难而生 这里告诉我们说 当有患难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之间的 在耶稣基督里的关系 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种 在主里面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面对 在这个世界里头 带给我们的压力 和带给我们这些困难的 当这些人听见了 彼得和约翰 他们所讲 告诉他们 当前面对的困难的时候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 这些教会的人 就同心合一的 高声的 大声的 上神来祷告 我觉得他们 受到压力 受到逼迫之后 他们回到教会 回到弟兄姊妹的当中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祷告会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最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 无论面对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马上来到主的面前 同心合一的来做祷告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当然我们可以分享 我们可以讲话 我们可以做报告 但是还不足够 我们还是需要 一块的来做祷告 同心合一的做祷告 大家都可能 很喜欢听一些 招响乐的一些演奏 音乐会 这一种情形 就是我们 看在这个图上 看在 就是有不同的人 他们 带着不同的乐器 演奏着不同 用不同的乐趣 但是演奏 同一片的 音乐的乐章 不同的乐器 不同的人 坐在哪里 但是只有一个指挥 在协调他们 来把这个美好的音乐 就演奏出来 让听见的人 就感觉到很舒服 很开心 我也很喜欢听 这一类的 这个招响乐的音乐会 无论是在现场来听 或者在网上来听 也很好 最近因为这个疫情 这么严重 很多人都可以在网上 可以免费的 听到和欣赏到 这么美好的 招响乐的音乐 都是很好的 同心合一 就好像是这个意思了 就好像大家都在 做乐 这个美好的音乐一样 虽然我们都是来自 不同的背景 不同地区的人 但是我们也有 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们却可以 比起商榮 比起的和谐意志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总指挥 他带领着我们 我们在主的里面 我们可以祷告 可以同心 可以地来这样做 在他们这个祷告的当中 我们发现 他们的祷告的内容 很详细地记载 在这个使徒行传的 第四章这里 我们发现 他们的祷告 首先是做一个宣告 他们的祷告 是宣告 神的至高的主权 神是至高者 祂是拥有至高的主权 权柄 这就是我们祷告的 一个榜样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 我们高举神的名 来高举神 是最伟大的 最荣耀的主 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他们 这里圣经说 主啊 你是照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 这一套 一开头一句话 祂就是主啊 你是最创造的主 天是你做的 地是你做的 海也是你创造的 还有在这个使徒里 所有的万物 这个万物 就是包括所有的动物 植物 还有我们人类 都是神所创造而有的 还有我们发现 在这里他们说主啊 这个主 其实很特别 在新约圣经里头 很不常用到 这样的一个称呼 反而是用到 有关于神的 主的另外一个 希腊文 但在这里 主这个希腊文 其实可以翻译做 一个君王 就是在古代 在古时候 这个君王是有 绝对的统治的 一个权柄 他能够管扎 地上 他的国家里头 所有的事情和人民 所以最高者 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我们创造的神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祷告 要对准我们的神 我们祷告 因为认识 也知道 我们祷告的对象 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这个著名的人物 叫做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他曾经讲一句话 他说 就像现在一样 都在神的手中 为什么他当时 讲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当时他在 很用功地来推动 在这个宗教信仰上的 改革的事情上 他付出很多劳苦 有很多人跟随他 难道另外一边 反对他的人 有一天就走来 对这个马丁路德说 你现在怎么用功 做这么多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 有一天 现在跟随你的人 支持你的人 帮助你的人 有一天 这些人都离开你了 都不再帮助你了 到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人怎样讲话的一些 目的就是要劝 这个马丁路德 你要停止了 这个工作不要再做下去了 有一天可能叫你失望的 这等于就是 当时这些使徒们 面对这些犹太的 官长官 给他们的恐吓一样 给他们有压力一样 马丁路德 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上 他还是怎样说 没所谓 OK 就像现在一样 就算当时 有怎样的事情发生 有怎样的后果 他说 都在神的手中 都是在主的手中的 祂是我的主 祂是我的神 我的生命都已经在祂的手中 所以我不惧怕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面对生活里头 带给我们有太多的恐吓 太多的压力 太多的反对 甚至于 要我们的工作 要停止了 拦住我们 但是我们要死 真的要伤心 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将来 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安忍地把自己 我们做的工 都照托在主的手中 那就好了 我们常常发现 人的祷告 其实是可以反映 我们的信仰 尤其是可以反映 我们信仰的深度 和信仰的良度 这就是很重要的 怎么来看见 我们的信仰 有多深 看见我们的信仰 有多欢 就在乎 我们的祷告 有很多人 可能伤心了主 很多年 但是他在祷告的事情上 没有杀功夫 以及他祷告 没有深度 不够深度 都是很简单 很一般 没有在祷告里头 更多的经验神 在祷告的当中 更多的来反省 他所相信的 以至于 他的祷告 没办法影响到 他的生活 在生活里头 看不见 有什么改变 但是祷告 如果是认真的祷告 可以让我们所信的 可以加深 进一步的明白 还有更广欢的 更广惑的 来让我们知道 以至于我们的祷告 影响我们生活 在生活里头 你慢慢地看见 有改变 是因为 通过我们的祷告 只有在我们 出生这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才会 才会明白 谁是真正的 掌权者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神很奇妙 为什么他要安排 容许一些困难 来到我们 让我们进入 好像现在 今天这样的 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明白吗 可能是有神的意思 因为在过去 我们都赋热了 神是掌权者 我们不错是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来崇拜的时候 来敬拜祂 但是我们还没有 真的让神 来真的 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在我们的工作里头 掌权 也没有让神 在我的家庭里头 掌权 也没有让神 在我的财产的事情上 来有最高的掌权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但是困难当中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回归到神的哪里 好像这一群弟兄姊妹 当时他们受到这些打压 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 同心合一地祷告 主啊 你是创造的主 天地也是属于你的 你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体会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 这两个问题 就是说 你是否认定 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呢 神 我们的神在你的身上 有没有绝对的 化世的权柄呢 我们是否还是自己 在掌控自己的人生 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我做决定 没有让神来做决定 求神帮助我们 既然今天我们的四哥说 万福的源头就是神 那么我们就相信 祂掌管万有 还有祂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这个情况的里头 祂还是掌权的一位神 我们要让祂来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的人生 需要神做我们的焦点 一个focus 我们的focus 我们焦点 应该要放在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所伤心的神 我们所侍奉的神 我们所赞美的神 在他哪里 因为唯要这样 我们才可以带来 我们有一些能力 也动力去突破 我们这个困难 离开这个困境 所以我们要 把焦点都放在神这里 好像这一群基督徒 他们面对这么大的困难 和人家给他们的恐吓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把焦点都放在主啊 在这里 这样 他们整个情形 就马上改变过来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应该要来学的功课 今天你在困难的当中吗 今天你在困境的当中 被人家拿下困住 没有自由吗 身不由己吗 无可奈何吗 很软弱吗 我们要再一次地把 我们人生这个时候的焦点 focus 放在我们的神的那里 让他来带领我们 给我们有能力来面对 因为我们的仇敌 魔鬼 他们最厉害给我们的攻击是什么 就是要叫我们的内心恐惧 当我们的内心产生了恐惧 我们就是失败的起头 当我们一开始有恐惧 惧怕的时候 就是已经我们走向失败的方向去 这就是魔鬼 我们的仇敌 他最懂得用的工具 这是谁能攻击我们 今天你在恐惧的当中吗 你在畏惧的当中吗 惧怕的当中吗 让我们知道 这可能是来自魔鬼 给我们的攻击 和给我们的试探 叫我们惧怕 还有这个惧怕 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 你的嘴巴可能没有说我惧怕 我跟人家可能不会说我惧怕 但是我们心中可能 藏着一种惧怕的内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也是一种俗灵的征战 因为按照以福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是告诉我们这一波重要的一个真理 他说我们并不是与俗学次的征战 乃至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扎 这个幽暗世界的 以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政战 这段信经的话是使徒保罗说的 他两次告诉我们政战 我们就是生活在政战的当中 当然这不是在地上 人与人之间的征战 常常我们就把剑场 带到人与人之间 在同工与同工之间 这是不需要的 其实圣经讲到这个征战 是我们与这个魔鬼来征战 这个黑暗的势力 我们要跟他征战 要胜过他 不要让他把我们打败下来 他怎么来攻击我们 就要我们惧怕 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 不惧怕 只要丧心 不要惧怕 这就是我们增加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把焦点都放在神的哪里 高举神的名 宣告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掌权 神在我们现在这个困境的当中 他还是掌权的 诗篇一百二十四篇 第一到第三节是美好的话 这里圣经是说 若不是耶和和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和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惑惑地吞了 这里一开始重复讲到 若不是耶和和帮助我们 他是故意重复这样说的 他是故意的 让我们强调神是帮助我们的 谁可以帮助我们 是我们的神 在当这个世界的人要攻击我们 甚至要向我们发出怒气的时候 憤怒的声音的时候 恐吓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惧怕 如果我们惧怕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们叹气了 就是说把我们完全地打败 消灭了 但是神是帮助我们的 所以弟兄姊妹 在俗宁的征战 与魔鬼的征战的事情上 我们要高举神的名 因为神要来帮助我们 撒母尔记上第七章十二节 记在一件事情 叫做以便以谢 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 到如今 耶和和和我们的神都帮助我们 他都在帮助我们 当年他们 撒母尔带领他们的军队来打仗 在困难的当中 他们打胜了仗 所以他们就把一些石头堆起来 然后在上面说 也就是以便以谢 做一个纪念 让他们的后代的人 都不要忘记 神是帮助我们的神 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从前他帮助我们 过去他帮助我们 现在他帮助我们 将来他都帮助我们的意思 所以我们只管地依靠他 就好像马丁路德说 无论情形怎么样 都是在神的手中 我们就安然地放心 依靠神 所以我们要注重 要学识祷告 祷告是要学识的 我们天天都要来学识祷告 今天要提一点 一方面就是 祷告我们要专注 一个垂直的上着神 这是祷告 就好像这一群基督徒 他们说主啊 你是创造天地的主 祂是垂直的往上来 向主的祷告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 过多平面的祷告 什么是平面的祷告 很多基督徒 我们常常为 进入一个平面的祷告 所以我们都有太多的继续 他讲太多的计料 甚至我们分享的话太多 但是我们祷告的时间 却不多 我们讲话的自己人 以人之间的讲话很多 但祷告的时间 却很匆匆忙忙的 我们要垂直的 我们也专注向神 要赞美神 高举神 宣告神的伟大 宣告神的掌权 这就是我们垂直的一种 一种方向 不要做平面 太多平面的祷告 还是横向的祷告 或者有些时候 我们很想通过祷告 来把一些事情告诉人家 有人喜欢通过祷告来找到人家等等 其实这都不需要的 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 把人的困难都带到神的面前来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件事情 我们要尝试一下 多一点超念一下 上神的祷告 对祂的赞美 感恩 认罪 悔改 多做这一方面的事情 神一定要吃福给你 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带着 一个很长很长的担子 又为某某事情 某某人 某某事情 某某情况来祷告 这不是不对 而是有些时候 我们要注重更多的 上神的祷告 注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多花时间 在这个与神的极界的 垂直的这个方向来祷告 上上面来祷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超念的一个地步 当时这一群的基督徒 他们同心合一地在这个 这个招会里头祷告 他们不单止赞美神 他们也要承认当时一个情况 就是说 世上的君皇一起要起来 神载也拒织 要抵挡主 并主地受高解 就是耶稣基督 其实他们引用的 就是旧约的四篇第二篇里头所讲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们也承认 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 不是偶然的 不是意外 其实在神的预言里头 已经提到 在末后的时候 地上很多人 包括有权柄的人 有地位的人 他们都聚集起来 他们也合一起来 要来抵挡我们的主 抵挡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反对主 不单只是反对主 甚至于 他们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来诬蔑神的名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 不是发现 已经出现了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很多人 他们故意地来 伪谤主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是抵挡主 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面对的是 熟灵的争战 我们能够做的 就来到主的面前 同性合一地 做一个上面的主来祷告 仰望我们的主 因为祂是真的掌权的主 地上的君皇 或者是有权柄的人 其实他们只是战士的 唯有我们的神 祂是永恒的神 永恒的主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困难 所面对的这个困境 带到神的面前来 对主说 解释人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来检查 来看 主啊你来看 你是看见的上帝 你是看见的神 你是知道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避免了这个 跌在一个惧怕的当中 所以我们不单止 不要惧怕 还要求主来看 来从祂的宝座上来看 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形 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他们是怎么样祷告 他们是没有求神 神啊你停止 解释人给我们的恐吓吧 你停止他们吧 他们没有这样祷告 他们只是祷告说 神啊求你来检查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你来看啊 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啊 你是慈爱的神啊 联敏的神啊 大有能力 大有权柄的神啊 你来看这个情形哦 注意这样 我们邀请神 来进入在我们的困境的当中 带领我们 就好像当年的大仪里 人家要陷害他 把他丢在 扔在这个狮子的坑里头 心经没有说 告诉我们说 他怎么来做祷告 但很明显的 他把他现在的困境 带到主的面前 邀请神与他同在 结果他是安忍无恙 感谢我们的主 他们的祷告就是 神啊 我们在困境的当中 人家来威吓我们 他就祷告 求神赐给他们 要勇赐 赐给他们 要胆量 去面对当前这个困境 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 神啊你来看 你来看顾我们 你来体会 明白我们现在 所面对的困难 求神给我们 勇气和胆量 来面对吧 所以他们的祷告 在29节里头 就是说 他们继续地祷告 说 主啊 一面叫你的仆人 就是传道的人 只是使徒 他们说 叫你的仆人 大胆地 继续地 大放胆量 来讲你的道 另外一方面 神啊 求你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 疾病 所以他只要讲到两方面 第一 要继续做到 就是放胆地去传讲福音 讲神的道 另外 求神继续地 在当时这个地方 实行这个 医治的这个大能 但是我们要注意 一件事情说 他们的祷告 就是求神帮助他们 把讲道 放在一个最优先的 一个位置上面去 这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要讲神的道 求神给他们 有机会去讲道 有胆量去讲道 有智慧去讲道 另外一方面 求神联敏 以至于神啊 祂自己伸出祂的手来 行这个医治的这个大能 另外 就是说 并且使神之其事 应对你的圣徒 或者圣子 耶稣的名 能够行出来 你看这 无论是这些医治的大能 或者神之其事 都不是人来做的 而是神亲自来做的 也是应对耶稣的名 能行出来的 就是跟第三章 彼得说 我什么都没有 今子 因子 我都没有 我是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 起来 行走 这是耶稣的名 所以我们要注重 今天 神教托给我们的 就是 传福音 讲道 分享神的话语 借着圣经神的话语 来比起的安慰 比起的教导 比起的来提醒 比起的来建立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但同时我们也求神 张权他的大能 因为他要掌权的主 来行他的意志 和神之其事 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看到了 教会的成长 和教会的增长 最关键的地方 在哪里 最关键的地方 不是在于 有神之其事 而是因为 因为神的道 被兴旺起来 就是如果我们 专心来研究一下 使徒行传 我们会发现 这两节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神之其事 在这个使徒行传 初期教会里头 常常看见这些事情 但是真的叫教会 成长和增长 是神的道 不断地传道 以至于神的道 在人的心中 兴旺起来 改变 人的生命 复兴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说 神之其事 即是作证 作证了 神的道 的真实神 就把神的道 最奇妙的地方 来把它 作为一个作证 但是不是用神的道 来证明 这是神之其事 它是真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有个人常常把它 混乱了 就觉得 我们一定要行神之其事 不认得还人不伤心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真的要认得伤心的是神的道 但是神同时也借着神之其事 和医病等等的事情 来显出神的道的奇妙 这就是一个应该我们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一方面 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深度 有深度的祷告 就会产生有良度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的生活要美好 生活要丰盛 生活要我们要得胜的生命 那么我们要深度的祷告 越有深度 近深一点的祷告 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还有当我们刚才讲到 同心合一 但我要再来讲一下 就是说 当一个罪人与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是不可能同心的 罪人与罪人在一块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同心 唯有当他们这些罪人们 他们都迫切地来认罪 祷告的时候 大家才可以真正地同心起来 这给我们看到了 同心合一 并不光只是一个吼号 我们同心祷告吧 我们推动了同心祷告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 来认罪悔改 当我们迫切地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的时候 神就改变这些罪人 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 改变他们整个人的态度 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嘴巴上同心 但实在上我们还不同心 因为犯罪作恶的人 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都是自高自大的 既以为是的 既以为自己比别人都好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 怎么可以有真正的同心 可能只是嘴巴上 外表上的 形式上的同心 却没有真的内心的同心 但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大家我们都是罪人 在主的面前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都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迫切地 来认真的来认罪 来祷告祈求 这样我们就可以真的同心合一起来 为什么在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 保罗是怎样提醒我们 他为我们祷告 他说 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受法基督耶稣 一信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父 这就是彼得为我们做的祷告 给我们的他愿望 盼望我们可以彼此同心 受法基督 能够一信一口 不单是我们口是怎样说 嘴巴是怎样讲 还是心中 也是真的能够跪上我们的主耶稣 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同心合一的 现在很多人因为不能够比起的见面 我们的祷告会也改变了 不可以在教堂里头进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家里头 但是我们通过打电话或者通过向网 在网络里头我们祷告 弟兄姊妹现在很方便吗 我们都可以约好时间 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几个人 我们都可以同心的在电话的旁边 或者在这个网络的上面 我们来做祷告 最重要是我们通过这样的祷告 我们同心的来守望 代求 我们彼此的祷告 也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的未来祷告 现在我们这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都被困在家里 但是我们总相信 有一天这个时间过去了 我们都可以回到教堂里的聚会 我们应该为到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教会的未来 教会的事工 教会的前途 教会的需要 我们要仰望神 同心可以的来做这个 在这个电话里头 一块的来祷告 在网络上一块的来祷告 不要忘记 祷告是彼此同心守望 在主的这个属灵的 征战的事情上面 我们同心的来祷告 让主的名得着荣耀 这个祷告会的结果怎么样 按照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集一节 告诉我们说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起来了 这些人都被圣灵充满了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的 有什么表现 有什么结果 圣经说 他们都放胆地去掌论神的道 其实这样的情形 在《使徒行传》里头 重复出现了好多次 祷告 同心合一的祷告 就带来 这种重大的改变和影响力 他们被圣灵充满了 意思就是说 圣灵在一起 在他们的生命里头 给他们能力 因为他们都 focus 把焦点都放在神的那里 圣灵就在他们 大大的来动工 他们就可以继续地放胆 去讲神的道 很奇妙哦 在他们还没有开几个祷告会之前 他们是受到 就是犹太人的胃克 恐吓 叫他们不再讲神的道 但是他们 却把这个事情 带到主的面前 求主啊 你来建策 你来看 赵托给神 神就充满他们 叫他们不单止 要停止 讲神的道 反而要他们 继续地去讲 还要讲得更多 讲得更好 讲得更有能力 这就是奇妙的 一个一方面 最后要讲一个事情 有位美国的牧师 他叫约翰 麦斯威尔 牧师 John Maxwell 我以前在讲道里头 也曾经稍微提过他 他本来是在一个 上下的地方 牧养一个很小的教会 那后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神就带领他 去到美国的加州 那边来牧养教会 教会的人数 当然比较多 有一天 他教堂里头的秘书 就告诉这个 约翰麦斯威尔牧师 说 有一个客人来到这里 他说要到你的办公室里头 来跟你见面 这个约翰牧师 就问他的秘书 说这个人是谁 他说 这是一个老人家 他也不是我们的 常常在我们来聚会的 但是他说他要来见你 那这个约翰牧师就说 好了 就告诉他说 我有十五分钟 可以跟他谈话 结果这个人 跟这个约翰牧师 讲话 十五分钟过去 但还没有结束 半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有结束 他们总共 他们总共在他的办公室里头 待了一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的当中 他们是同心合一祷告 因为这个老人家 来到这个约翰牧师的办公室 头一句话就说 牧师 我要帮你做祷告 结果牧师听见之后 心里头很高兴 因为常常都是他为 弟兄姐妹来祷告 但只有这一个人 主动地来找牧师说 我要为你祷告 结果 他们就开始祷告 他们就同心地来祷告 然后这个人之后就说 牧师从今之后 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 然后每一个礼拜天 来到这个教堂聚会 他就坐下来 就为牧师的长道来祷告 后来他就慢慢的影响到 他有很多的弟兄也加入 在他们这个祷告的 大军队的里头 成为一个团体 一个团队来祷告 总共有120个人 他们所为为牧师祷告 感谢神 这是一个很感动人心的 一个见证 真的祷告 才会让神的道 兴旺起来 让神的道 传得更好 传得更美 更有果哨 我常常感恩 因为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也告诉我说 牧师我为了为你祷告 为你的健康祷告 为你的侍奉祷告 为你的讲道 和带领茶经 来祷告 感谢主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 也是在家里 或者在他们的地方 默默地为 不断地为 牧师传道人 为教会 来献上祷告 现在我觉得感恩 祷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 教会里头 最需要的 一个侍奉的地方 因为我们同心祷告 就能够产生一个动力 能够把教会都动员起来 推动起来 《圣经》《喜图行传》第六章第七节 告诉我们 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他说神的道 兴旺起来 在当时的耶路撒冷 门徒的数目 家长的很多 兄姐妹 哈利路亚 我们要感恩 当神的道兴旺起来 教会就能够建立 成长和增长 所以我们要注重神的道 传扬主的福音 我们也要支持 弟兄姊妹 神的仆人 要来讲道 传道 传扬福音 我们自己在家里 也多一点来读圣经 明白圣经 了解圣经讲什么 这样当我们跟人家 来分享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 会更有果效 更丰盛的美好的果效 我们满心 满心的感恩 教会 我们在困境当中 我们需要同心 当我们同心祷告 就会带来福音 我说的这个困境 不单只是指着现在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我们被困在家里 我们不可以回到 我们的办公厅里头上班 我们不可以来到 教堂里头聚会 这个当然是一种困境 但是我们还有 很多很多的困境 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我们面对很多的男主 面对很多打压 面对很多的反对 面对很多环境上的 对我们不好的地方 但是这些都是 熟灵的困境 还要摸鬼撒旦 常常来试探我们 攻击我们 叫我们有怀疑 叫我们有疑惑 叫我们有忧虑 叫我们有惧怕 恐惧等等 有些时候 当我们有好的教堂 有好的机缘 但当人在人与人之间 同工与同工之间 不能够同心合一的敬拜 不能够同心合一的 侍奉主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困境 我们也受困 在这些软弱的当中 我们说需要 同心合一祷告 叫华生刚才说 罪人与罪人 我们走在一起 不可能有真的同心 我们需要悔改 认罪 来到主的面前 迫切地求神来欢恕我们 让神的道 在我们当中 兴旺起来 也通过神的教会 把这个福音 传扬出去 让神的道 能够兴旺 感谢战略主 让我们同心地来做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们满心的感恩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带领着我们 今天我们都生活在 在你的带领的底下 我们要承认你的伟大 承认你是至高者 你是掌权的主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大有作为 我们满心的感恩 求神都帮助我们 带领着我们 学习如何地 同心合一地做祷告 让我们不被 我们当前的困难 所打败 不被我们当前 所面对的困境 以及我们就停止 我们要做的工作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兴望我们 主要愿你的爱 在一起地福兴我们 让我们懂得 就好像圣经里头说 我们一心一口地 来荣耀归给神 主要求主帮助我们 福兴我们每一个人 祷告 福兴我们家庭的祷告 福兴我们小祖里头的祷告 福兴我们整个团队 以及整个教会里头的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 是垂直的 是上着主的 一切荣耀归给你的 要酸告你的伟大和掌权 满心的感恩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在我们家庭的里头 在我们的内心里头 福兴我们 推动我们 让我们把焦点 生物和生命的焦点 都放在神的那里 让你福兴我们 帮助我们 主啊 真的求你来 来检查我们 来看我们 了解我们的需要 知道我们的情况 以及你来欢恕我们 原谅我们 福兴我们 恩待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做我们满心的感恩 感谢主 当我们愿意 同性合一祷告 甚至于我们成为 祷告的军队的时候 主啊 你的名就得着荣耀 满心的感恩 我们 真的 同性合一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